第31题 下列有关原子的叙述何者正确 A选项中子带负电 这个叙述是错的 我们知道中子是不带电的 所以A选项错 再来B选项 化合物是由相同种类的原子所组成 这个是错的 化合物是由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的原子 一定的比例固定的种类 数目排列方式所结合而成的 所以它不是相同的种类的原子所组成 所以B选项是错的 诸选项说对整个原子而言 原子核的体积小密度小 体积小是对的原子核体积很小 密度小是错的 因为它所以的体积虽然很小 但是呢整个原子的质量几乎都是在原子核 所以呢它的体积D等于V分之M 那么体积V是小的 可是M的质量是大的 所以这样算出来的密度应该是大的 所以呢诸选项呢也是错的 所以我们只剩下C选项 我们了解我们现在的所谓的行星模型 就是中心有个原子核 外围环绕着电子 所以呢C选项说原子是由原子核 其核外电子构成是对的 所以第三十一题 我们答案呢要选的是C 原子油原子核与核外的电子构成